Hello 大家好 我是农村炮哥 很高兴认识大家 有很多人认为我是贵州的 其实我不是贵州的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是广西桂林的 现在在家里面 主要种点果树 就是后面这些下层 这是我们种的 还有在顺便 建制做一下自媒体 主要来源现在 种果树 目前的话还是亏本的 还是没挣了什么钱 因为年后的时候 卖这个果 还挣了一万多块钱 但是这个果子 投了20奈娃左右争取了 目前还是亏本中 现在每天的生活 还有一场的开销 都是靠自媒体 挣这个钱来维持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毕竟现在虽然不是很多钱 有时高有时低 把证始终还是有几千块钱 一个月 毕竟就不用出去了 像出去的话就管理不到家里面 像目前这样子 所以钱不多 可以管理到家里面的果约 或者帮一下家里面的事情 还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像目前的话 还是比打工强 所以目前应多做 还是可以的 最近很多网友问我 泡哥 你怎么39岁了才结婚呢 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吧 说一下我的经历 其实我在十多岁的时候 母亲因为病重 就去世了 当时因为家里面穷 没有钱给他医治 所以说着 后面呢 就是父亲呢 靠在县城打一些人工 以后供我初中 在我初中没毕业 还没读完没毕业 我就出去打工了 就去广东下面跟人家做泥水 也做过捞螺丝 反正做过很多工作 当时做泥水的时候 一个月才挣了50块钱 我记得好像过年冬天回来 当时以前是做客车回来 是晚上回来 我以后坐车回到家里面 到镇上 身上只剩下15块钱 后面我是从镇上担业的时候 走路回来 走了两个小时才走到家里面 一直就是这样子 在外面漂泊 走来到去 都是打一些不挣钱的工 所以说 并也帮介绍了几个女朋友 都写我家里面穷 又没母亲的 很多人就不愿意 这样子 拖来拖去都拖到现在 才结婚 现在呢 一直说也比以前好了一点点 又投资 搞这个果园七七八八的 也没有挣了什么钱 关于今天 我的经历 就介绍给大家这么多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撕泡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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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